晚上9點鐘 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到 現在台北不只居大不易 可能連居住安全也變成很大的問題 這幾天我們連續帶來關心到 一路從大直再來到南港 甚至現在連大同居的赤峰街 也都出現了天坑情況 而且發生的時間點 還是剛好我昨天就在那邊的時間點 而且路面有凹陷情況 整個柏油路都出現了塌陷狀況 但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塌陷呢 現在里長就說了 因為水溝壁有不明的管線破裂了 所以導致水流進地底下 也造成了土石中刷 才會形成這樣子的天坑 地板上突然出現裂痕 附近的民眾紛紛上前查看繞道而行 但只見柏油路面越來越下陷 不到10分鐘 整個路面坍塌出現一個大天坑 大概12點半左右 他就開始有一些坍塌的狀況 大概隔10分鐘幾乎那個洞越破越大 然後到現在就是幾乎就是快一半 這個洞的一半左右的程度吧 原來前一天就有路面凹陷情形 沒想到才過一個晚上地面坑洞越來越大 當地里長急忙通報是否相關人員 剛剛第一時間趕緊請附近的店家 跟居民一定要先撤離 那我也知道說請居民店家撤離 造成大家的這樣的損失跟不變 我也感到很抱歉 天坑地點就在台北市大同區的赤峰街上 出現這麼大的天坑就怕有擴大疑慮 趕緊疏散住戶 但怎麼會平白無故出現坑洞 天坑長達6.5公尺 深度3公尺 公務局人員調查是因為一條PC管 穿破水溝壁 日際月累加上上週大雨 導致地下土石被沖刷才會出現天坑 居民規定管線不能穿破水溝 如今卻因為這樣釀貨 但這條PC管內已經沒有線路 北市府也無從查起是哪個單位造成的 趁緊其他緩線都沒有問題 幾個小時後開始進行灌漿作業 估計灌漿3小時就能把路面填平 之後會有養護工程就能恢復通行 只是7月份大同南京西路同樣也出現天坑 短短兩個月就發生兩次地下管路問題 市府得好好面對 以免嚇回居民走在路上 卻因為天坑發生危險 記者黃建宏 臺北採訪報導 所以還真的是一棟未平一棟又起 現在台北市很多地方都出現坑洞又該怎麼辦呢 而且網友潛水人人說都是地鼠挖的 我很好奇難道你是說 電線都被松鼠咬斷的這個梗變成地下板嗎 不過言歸正傳啦 其實現在大家持續關心的 還是大直的民宅倒塌案件 到底該怎麼善後才是重要的 當中其實網紅薇爺他在這邊也買了一戶 他現在組成了一個救援會自救會 他說了31戶的買方當中 其實有12戶是想要解約的 就是因為他們答應說 這當中就算你要修復可能風險也都是非常大 所以說呢很多的陳購戶就說了 今天基泰也適之善意承諾 在一個月之內就會給出解決方案 換來這裡 換來這裡以後他們又很難接 接著見是和20多戶 基泰大指陳購戶約好14號下午4點協商 但開會前地點突然更換 到了另一處大家卻又被困在一樓無法上去 其實前一天陳購戶代表已經跟基泰總經理談了半小時 詢問能否解約拿回預付款 但業者方面沒正面回答 目前初步覺得基泰逢總有釋出善意 然後也明確的跟我們講一個月內 會給我們多個解決的方案 陳購戶關心如果想解約 或要繼續購物的安全問題 以及交屋時程 對此基泰沒給明確承諾 但表示一個月內能個別分批去跟基泰談判 也會公開每個陳購戶的條件 給其他人知道也能再依此做修改 逢總說等一下我們協商完之後 住戶立刻可以跟他談戶 對 但是他說要必須私下談 不能一起談 我想先跟他談解約的條件 因為我個人不想要承擔這三年的風險 目前基泰大職共有31戶成購戶 出席協商的就超過三分之二 但口頭承諾還沒寫成白紙黑字 另外7月3年後完工交屋 基泰大職能否如其基泰還無法承諾 那買方如果真的是打定主意要解約 恐怕被沒收一部分的解約金是免不了的 雖然不會被收到15% 可是如果收個45%買方能不能接受 這是未來的一個問題 目前買基泰大職的31戶有12戶想解約 拿回預付款也就是15% 約六七百萬元 基泰態度軟化有討論空間 另外如果取得10兆完工逾期 一天數每天萬分之五計算利息給買方 如果超過三個月買方才有權解約 TVB的新聞李建偉 洪俊瑋 SNN小組 台北報導 所以大家是想要解約呢 還是要跟他繼續號 希望可以拿到更優惠的一些方案 所以現在很多的這個成購戶 可能都有自己心裡的盤算了 不過在政壇當中 也有很多人有自己心裡的盤算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柯文哲 他接受外國媒體的專訪 結果被形容說 他根本就是一張櫃牌 因為你很難去猜測說 如果他當選做出的決定 會讓外界是不是都非常難以猜測呢 接受外媒彭博社專訪 已開場柯文哲先被問兩岸立場 在現階段其實維持現狀 強調維持現狀是台灣最大共識 當然九二共識柯文哲也被問到 他說既然在台灣似乎沒有市場 那是不是該換個名字 畢竟一味的說不 之後就會沒有下一步 這場專訪剛好排在侯友宜出訪美國之際 柯文哲也說與華盛頓交涉 他的首要原則就是不給彼此驚喜 外媒評論他是一張鬼牌 若他當選做出的決定會難以預測 同時外媒也引用TVBS九月最新民調 柯文哲位居第二23% 高出侯友宜4%低賴清德7% 認為他的表現超乎預期 然後他對兩岸關係 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就是兩岸一家親 但是我們要交流數據 我們要對戰 那對於美國的話 我們是堅強的盟友信念一致 採用台灣要對世界開放要和好 要溝通 尤其是對大陸要溝通 那這一點就跟民進黨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不安排李出牌 柯文哲對美中態度外媒關注 TVBS新聞年幼神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還真的是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 因為現在如果我們來看 郭台銘他的副手人選的話 大家想說是不是虛擬的戲劇 搬到了現實生活來呢 而且現在BBC的官網 也刊登出這個消息 他們是說其實這個Netflix的女演員 很驚訝的變成一個副手搭檔 而且他搭檔的就是這個富士康的創辦人 郭台銘喔 過去他們認為說 郭台銘因為商業的表現非常的亮眼 而且還有跟中國的合作經營業 因此來吸引選民 不過他們就連外國媒體 BBC也認為說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選擇 畢竟是商人加上藝人的組合 的確非常吸睛 但是到底對郭台銘來說 選這樣的副手有加分嗎 這個BBC也邀請到了很多學者 來分析這件事喔 大部分的觀念都說 其實短期內是有加分的 但如果你放長期來看的話 會發現說他的目標群眾 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就來看到了這個翁宇宙翁教授 他是怎麼看 他說郭賴佩其實對郭台銘而言 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你可能要特別注意到 因為年輕人是不支持郭台銘的 但是其實這個賴佩霞 他本身的群眾是比較偏年輕人 所以他認為說 這兩個人的群眾還有支持度 恐怕沒有辦法互相加成 而且還有其他的專家也認為說 其實郭台銘他向來就是個霸氣總裁的氣度 還有態度在打這場選戰 所以說就算他今天挑了賴佩霞 當他的副手的話 能發揮多少的影響力 現在都還是個大問號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喔 很多學者都認為說 其實在短期內 為什麼郭台銘要選擇他 因為氣勢是足夠的 很有可能幫助他衝過連署關卡 我還會再告訴你們他有多可愛 他真的很可愛 副手宣布記者會上與郭董相行之下 賴佩霞顯得落落大方 逆勢衝起一波聲亮 賴佩霞作為一個藝人作為一個演員 他今天的爆冷門擔任郭董的一個副手 那絕對在整個新聞議題的一個聚焦上面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效果 真的變成犧牲打之後 其實也不會影響賴佩霞的一個政治損益 政治經歷幾乎沒有 反而進可攻 退可守 何況要跟連署的郭董本來組織力道就相對薄弱 找來這位副手光其知名度 短期內或許就能產生正面作用 很多的中間選民或者是相對年輕的族群 會覺得就是說郭董你的出牌操作很有梗 那我想幫你連署看看你連署通過之後 會不會又有很多有梗有趣的一個操作 空站上有了新的支柱要從連署入站還是基礎 據了解郭台銘率先鎖定六都 要在這裡設置百處大型連署站點 其他縣市則賦予200至300處中小型站點 再搭配全台跑的機動連署車 經中選會公告之後立刻啟動 等到中選會一公告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站點標上Google Map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在外面要辦一個造勢活動 一定得開機動連署車等級的開到現場 去提供民眾連署 送上貼心服務也要民眾走到哪 都能連署挺郭議長 甚至直接喊出具體數目 我答應他30萬分吧 我為13鄉鎮拜託我一些好朋友下去幫忙 至於彰化議長謝點鈴更發話包辦10萬連署 前提是費用郭伴得自己出 TV人劉宜君最終尋常片一段台北報導 很快的我們的網友威廉謝就說了 光是在核能這件事情上 可能郭台銘他的副手 在態度上似乎就有可能出現分析 所以未來到底還會怎麼發展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不過不管誰要出來選 他們可能都會被問到的一題 就是你要怎麼跟中國大陸相處呢 尤其以台灣的立場來看 哇這題是一定會被問到的 不過有一個人沒有要選台灣總統 確實達得非常起信 我們就說的是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了 他最新的說法是在個Podcast裡面跟大家說 他說統一台灣是中國大陸的根本問題 對北京來說台灣跟中俄關係就有點像 夏威夷跟美國的關係 這會不會扯太遠了呢 這個此話一出很多人都認為說 哇這個馬斯克可能對中國的態度 也太避恭避敬了吧 此話一出當然讓美國台灣很多人的反應 都是接連跳腳 甚至我們來看到 外交部長吳昭夏就說 台灣不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更不能賣掉 而且他甚至拿這個推特 現在已經改名叫X的這個社群平台說 可是中國大陸進X啊 那你要不要乾脆其實 對於這個禁令來發表你的看法呢 認為說其實這個馬斯克是過度輕忠了 那其他美國的學者也覺得 好像不太好耶這個說法 像是聯邦黨人專案的作家就說了 他顯示馬斯克是不了解中國歷史 也不了解美國的歷史 還有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就說了 馬斯克這個言論啊 無意中也傷害了中國形象 你明明是想要幫中國講話 結果沒有想到 反倒傷到中國大陸 這是他們的一個說法還有看法 其實更多的內容呢 就要來看到其實現在 台灣在這方面還是認為說 其實這個想要告訴馬斯克 自由意志是不能被販售的 而我們台灣的外交部 也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國際海夾到送別侯友宜首次以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身份訪美 卻也碰上抗議民眾 馬上被警察抬走侯友宜 此次出訪要來加修外交學分 也期待美國能夠持續對台海區域的穩定和平 給予更高度的關注 總統之前跟海外國防 因此出門前猴特別參觀國防展 不只看國內的在美國展覽更合體AIT處長孫小雅 祝福一路平安傳出喉 13日曾與孫小雅死下會面 對此AIT未證實也未否認 當起稱職的解說員介紹這款彈簧刀五人機 這會員也發明了台灣彈簧刀這家廠商 出的Jump 20無人機更是之前海軍署 向美方無仇獲得的 喉嚴特別附落碗攤位體驗最快 明年接裝的F-16CD Block 70型戰機飛行模擬器 另外TVBS也拍下我空軍官兵體驗飛行模擬器 英國軍火商被一公司 則推攻擊者二型頭盔顯示器 想拼更多的未來訂單 畢竟我國已有40塔爾爾比公司聯合 頭盔瞄準系統 飛翼也展示997型雷達模型 傳出將安裝在我國建造中的輕型巡防艦上 國防展上也有T-11型降落傘巨型 未來我軍交全數換這款 美方軍火商帶各型裝備要搶攻國防大兵 TVBS希望高本麗 洪富華 留聽聽 H小組談報道 所以我們說其實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行程也是非常忙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去參加國防展 而且還跟AIT的孫小雅兩個人同場合體 但我們要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也是同場合體的是誰呢 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聊的普京跟金正恩 接下來他們馬上就要進行正式的高峰會 但在這之前呢 我們昨天聊了他們吃什麼 而且聊了什麼 現在我們發現說 哇 普京的代客之道真的是非常周到 因為他可能知道這個金正恩是汽車迷 竟然他是做了這個總統專車 而且這個總統專車非常特別 他本身是俄國制的這個國家汽車工程研究院開發的 為了呢其實當時這個普京要展現力挺國產器的決心 他其實在2018年的第四任任期的時候 其實在他的就職典禮上 就第一次坐上了這個二制的國產汽車 但其實為什麼我們說金正恩他是個汽車迷 因為他有的車還真的不少 像是Lessus的休旅車還有勞斯萊斯的車呢 他都有而且賓士他也是有在開的喔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普京的代客之道 但是健康問題現在大家說 普京是不是健康有點出狀況呢 因為又有媒體發現說他在會面的時候 反覆的轉動他的腳板啊 然後單腳會有點抖動 抬一下腳板然後馬上又放下 雙手也交疊似乎是要抓緊大腿 可能不希望自己的種樣或是生病的模樣被人家發現 看上去好像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克制 所以外界就是說他是不是得了帕金森氏症呢 因為在這之前這個傳言也講了非常久 不過國際單位很多的情治單位都認為說 其實沒那麼誇張了他健康也還是OK的 而且克里姆林公也說其實普京的健康其實還OK 不過現在大家還是比較想要討論到的 就是在俄羅斯中的普京會見金正恩的同時 他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進度還是持續的在趕進度 而且持續的對烏克蘭發布了攻擊 烏軍是從海空兩路偷襲了俄軍的這個黑海艦內總部 而且烏克蘭也發布了實名的巡弋飛彈 當然這個俄羅斯也還以顏色 秋呼車呼嘯而過 克里米亞最大城塞凡堡 遭到烏軍大規模攻擊 當地居民都聽到巨大爆炸聲 烏軍發動奇襲 發射十枚巡弋飛彈 還出動無人艇 轟炸俄軍黑海艦隊總部 俄軍一艘登陸艦和造價三億美元的擊落級柴油動力潛艦 爆炸起火至少二十四人受傷 這是俄軍潛艦開戰以來首度遭到攻擊 顯示烏軍飛彈戰力大大升級 烏克蘭空軍自豪 這是一次傑出了作戰 烏克蘭總統顧問則說 目的是消耗俄軍戰力 這個俄軍戰力的目標 是要把俄羅斯的技術技術 讓它繼續抗爭埃米亞 通運時間烏南俄德薩伊斯梅爾港 也遭到俄軍報復濫炸 烏克蘭防控系統成功攔截 數架俄軍五人機 俄軍五小時發動速波攻擊 當地港口設施和平民建築 受到重創 TVPN新聞 綜合報導 好吧 大家相不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不過先不管外星人了 其實現在在地球上 還是有很多的難題跟危機需要解決 像是以南韓來說 他們要解決的就是 可能在出門的時候 你必須要找到這個大眾交通工具 到底有沒有順利這個開放的訊息 因為現在南韓竟然出現了大罷工 我們說有很多是四年一次的 不論是總統大選 我們剛剛聊到的 或是說我們颱風四年登陸一次台灣 甚至金正恩跟普京也是四年才建一次 現在在南韓是四年一次的鐵路大罷工 這次要罷多久呢 連續罷四天 從14號到18號的上午9點鐘 所以這一次這麼多人請假不上班 或是有罷工的情況 當然對很多的乘客來說是非常的困擾 但是為什麼他們這次要罷工呢 第一個他們要維護鐵路的安全 因為現在在南韓這個鐵路民營化的狀況 非常嚴重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混亂 所以說工會就希望這個國家 可以好好來調整這個情況 還有他們認為旅客的痊癒也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有很多混亂的情況 還有薪資的部分 也是這些工會代表希望可以來解決的 那這一次是睽違四年再度罷工 有將近一萬三千名的成員參與 所以罷工 但很多人沒有辦法開車 包括高鐵啊 普通列車 還有甚至貨運也都受到影響 那很多的旅客 基本上現在在當地 如果你可能未來兩三天要去玩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到交通情況 因為當地正在進行罷工 那我們再來看到日本現在進行了內閣改組 所以這一次非常特別 有非常多的女性面孔 還有清台派在檯面上 1953年出生的上川楊子 畢業於東京大學 及哈佛甘乃迪政府學院 他最知名的是在擔任法務大臣期間 執行過16次死刑 更因為處死奧姆真理教前教主 麻原彰晃而聲明大噪 充滿濃濃男性色彩的日本政壇 這回終於將女格員增加到五人追評紀錄 除了上川楊子之外 父親大臣 兒童政策擔當大臣 經濟安保大臣 還有地方創生大臣 都是女性 當中有三人是首次入閣 那這樣的人數其實還遠低於G7國家中的比例 多次表達對台海局勢的關切 他是新任防衛大臣穆元忍 今年7月曾訪台會晤蔡總統 參加台海危機兵推 專家認為穆元忍有台態度明顯 未來台日國防交流渴望更加密切 遠新聞綜合報導 網友向王布图說 他其實看過飛碟 而且還足足十幾分鐘 有十幾個在天空當中 這個跳躍式位移啊 真的假的 那時候有拿手機拍起來嗎 如果是的話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分享 當然也有網友阿利布就說了 墨西哥的標本應該很快 中國大陸就會出現了 其實大家看到這種乾乾的標本 可能還是會懷疑他的真實性啦 沒有錯 但我們要來看到 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金正恩跟普欽睽違四年 終於碰面了 但雙方可能在軍事上會談了非常多的合作 還有太空實力上火箭製造上幾乎的交換 這是大家都在猜的 不過現在喔 在朝鮮跟俄羅斯關係這麼密切的狀況之下 美國當然要做一點反應啊 除了我們之前一直告訴大家 美國告訴我們的說 其實如果北韓真的提供彈藥給俄羅斯的話 當然他們認為是一個踩到底線的舉動 但現在美國批准要軍售南韓F35喔 美國國務院就說了 這是為了要增加南韓空對空還有空對地的自衛能力 是不是其實也算是一種建制北韓建制朝鮮呢 而且其實這個決定是在美日韓三國的峰會之後 達成了增購F35的一個協議喔 就是希望說可以有個新的策略來共同對抗北韓 所以到了2025年的時候 到時候可能只有300架的F35住宅在印太地區 希望可以維持這個地方區域的安全 不過現在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金正恩北韓的領導人 到了俄羅斯去 普京有沒有可能到北韓回訪呢 據傳這個普京已經口頭上答應了 眾所矚目的金普會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時隔四年的會面13號落幕 但兩人卯足全力上演的大外宣和大內宣 可還沒結束 根據北韓官媒金正恩邀請普京回訪 而普京接受了但沒有說何時訪問 克里姆林宮也尚未證實 不過已成型的莫斯科平壤陣線 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擔憂 就怕因此增強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力 烏克蘭和韓國情報都直指 俄軍已在俄烏戰場上使用北韓產武器 互稱同志的金普兩人 在國宴上為常年友誼 新戰略關係乾一杯 這回高峰會舉行地東方太空發射場 是位於遠東地區最先進的太空中心 最近一次使用就是上個月 俄羅斯失敗的月球25號探測器登月任務 但這無礙 克里姆林宮啟動另一項挑戰 就是用太空技術 換烏克蘭戰爭所需的武器彈藥 這可能會有訊息給獨立 請小心 它說 如果你們 南韓國人 開始輸入兵器 俄羅斯 可能會進行技術 進行北韓國 同樣的訊息也會進行華盛頓 不過普京也不會言 金正恩來訪就是為了軍事合作 會談二朝兩國國防部長也都在場 演會上幾杯紅酒下渡後 普京把金正恩接下來的行程一股腦兒曝光 表示他將飛往阿穆爾河畔共青城 參觀戰鬥機製造工廠 韓國媒體則報導他正誠專用列車往共青城 當地火車站也開始駕高台鋪紅毯 最後則要前往海參威 訪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遠東聯邦大學和俄羅斯科學院 這次四個多小時的金普會到底談了什麼 雙方都沒有記者會沒有公報也沒有公開宣布協議 部分分析家懷疑 一向對重要武器技術保護到家的俄羅斯 會願意與北韓分享 韓國統一部官員則表示 從平壤只能提供炮彈的角度來看 莫斯科願意提供的尖端武器技術支援恐有局限性 不過會上金正恩說 發展朝俄關係將是首要任務 似乎打臉另一位老大哥中國 朝鮮領導人對俄羅斯的訪問 這是朝俄之間的安排 關係到是朝俄之間的關係 中國大陸對金普會冷處理 五年前金正恩與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川金會 協議無核化 五年後劇本大翻轉 無核化已死朝俄靠攏 美國被擺一邊 北韓更走向核大國 提供外做合報導 好 外星人的話題 這個高智燕說 他相信接下來的11月11號的蝦皮光棍節 就會上架墨西哥的外星遺體 而且標註正品 那我就很想問你覺得 如果真的上架的話 有機會打個折跳樓大拍賣嗎 因為畢竟難得是1111 那我們再來看到其實現在是美國 美國要分配他的這個軍員的資源 當然必須有些條件存在 現在呢 埃及被這個到手的錢被拿走了 因為呢他是人權的問題 所以他被扣留了8500億的美元 因為他沒有按照協定說的 要釋放政治犯 那其他剩下的2億3500萬美元 這個援助還會不會繼續給 現在很多的議員就說乾脆凍結吧 而且很多的議員 還有這個參議員就說了 這個以侵犯人權為一 這個埃及這個狀況呢 拒絕提供部分的軍員 這個決定是非常值得讚賞的 但是這個錢要去哪裡 其實到台灣來或是到這個黎巴呢 都是有機會的 尤其台灣來說 有機會拿到了5500億美元 那最近呢 美國也有機會再給台灣 3.2億美元的軍員 所以黎巴呢 還是之前我們說他的港口大爆炸的影響嗎 所以當地的政治經濟都是不穩定的 這筆錢或許也可以來幫助他們 那我們再來看到大陸在今天 就正式公布了福建對台的示範文件 我們一起來看看裡面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一種統戰呢 一起來看 大陸國台辦副主任潘賢長一開口 就展現他福建泉州人 東閉南語會講閉南語的特質 試圖和台灣拉近距離 大陸發改委 福建省委中央台辦三部門 聯合說明剛剛發布的福建對台示範文件 新措施皆聚焦在福建 要將福建建設成對台示範區 在鼓勵台灣人到福建工作上 大陸官方特別點出了教師醫師還有律師 表示將擴大這三項職業 在大陸的職業範圍 文件中還支持金門馬祖居民 在福建廈門和福州 享受當地居民的同等待遇 擴大台灣居民居住證的身份核驗 應用範圍 所以我們是要實現 努力實現台灣居民居住證 與大陸居民身份證 在社會面的同等便利 就是它使用要一樣的方便 另外一些特許的項目也開放了一些 允許台灣業者 在免投資設立 廣播電視節目 製作經營公司等 一句話 就是讓台胞願意來 留得住 容得盡 發展好 記者會中稱 福建距離台灣 最近處只有68海里 80%的台灣人 足跡在福建 鼓勵台灣民眾前往購房製產 TVB新聞陳旭義 林敏珍北京報導 最近在美國賓州的民眾 心中的大石頭 終於放下來了 因為在上個月底 這裡發生了一個越獄的事件 而且34歲遭到判終身監禁的殺人犯 就在街頭上行鬆飄忽 而且所有的警方都在找他 還好兩個禮拜之後 警方終於把他帶回監獄了 美國賓州切斯特郡監獄 8月31日發生越獄事件 34歲遭判終身監禁的殺人犯卡沃肯特 逃亡兩個星期後 終於被逮捕 周三深夜切斯特郡警方收到防盜警報器的通知 警方機動部隊立刻出動搜索 但毫無所獲 直到空中支援抵達 才發現逃犯的蹤跡 偏偏這時暴風雨來襲阻撓了直升機的追蹤 直到早上8點天氣才轉勤 地面追捕行動正式展開 警方在一間商店後方的樹林中發現了逃犯 他們很靜地移動 他們有驚喜的動作 卡維卡特不知他在遇到遇到 這不斷阻止他逃避 逃犯企圖以爬行的方式突破警方包圍 這時警犬追了上去制服了他 讓他沒有機會拿起身旁的步槍 槍是完全一種重點 整個逮捕過程只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逃犯被四五十名警察包圍走出樹林 警察還和他拍攝大合照 逃犯被押上警車前警方脫去了他全身的衣物 嚴防藏匿任何可做供給的物品 卡維卡特被送進附近的警察銀房 然後再搭車前往監獄 他被警方帶出銀房時已經換上了白袍 手腳都上銬 圍觀民眾響起一片歡呼聲 居民這半個月來提心吊膽的日子 終於結束了 過去14天 逃犯讓警方疲於奔命 他闖入民宅偷東西吃 被多處監視器拍下影像 但他的行蹤飄忽 一直朝北前進 警方總是晚了他一步 卡維肯特中途還改變服裝和容貌 掛掉了一臉鬍子 穿上了帽T 上周六他偷了一輛 白色箱形車跑路 車子的油耗盡後 他汽車潛入一戶人家車庫 偷走了一把步槍 離開時被屋主發現 朝他開了數槍 但都沒有射中 切斯特郡也進入高度警戒 警方所設下的封鎖線 一再被卡維肯特突破 也引發外界質疑 警方解釋 逃犯藏匿在野外的森林中 搜索範圍實在太大 才會多次措施良機 卡維肯特被逮捕後表示 他對野外逃亡很有經驗 有好幾次警察就從他身旁擦身而過 卡維肯特是巴西人 這不是他第一次大逃亡 2017年他在巴西就犯下謀殺案 遭到通緝 他躲進一個農場 然後利用假身份進入美國 兩年前他又殺害了前女友 遭法官判刑終身監禁 現在他又多了一項越獄的重罪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好這裡算是皆大歡喜啦 不過現在喔 在很多的美國民眾心裡 真的還陷入了一個兩難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當別人的伴娘呢 因為光這個最近我們說 美國一直不斷的在通膨嘛 沒有想到這個擔任伴娘的價格 他必須要的花費也是水漲傳告 他們說過去的行情 如果你去當一場婚禮的伴娘的話 大概花2000塊美金左右 但現在飆漲飆到多少 哇要破萬美金耶 這個錢很多人真的是花不下去 飯都吃不飽了 怎麼去當別人的伴娘呢 所以為了讓大家有禮貌的拒絕 當別人的伴娘 現在還有專門的指南 要來教導大家 她很開心 被選為伴娘 通常是新娘的閨蜜好友 現在美國卻很可能鬧出姐妹失和 這很漂亮 這很漂亮 這就是800元 因為當一次伴娘 可能得大破財 我們去NOLA 那是1536元 據統計每年婚禮 就創造700億美元的產值 光是伴娘 平均參加一場婚禮 花費1800美元剩下 不過這是六年前的數據 有參加多場婚禮的過來人說 每場婚禮幾乎破萬美金 這讓不少人乾脆婉娶娘邀約 有專家甚至親受禮貌拒絕指南 你只能說這不適合我 預算或是這個情況 寄出一個漂亮的卡 但你不用每次婚禮 之所以這麼貴 和通膨脫不了關係 今晚美國前陣子有所管和 但8月物價指數年增率3.7% 已經連兩個月攀升 市場預估年底聯準會很可能升席一碼 而這聯準會嚴打通膨下 去年一整年美國家庭平均收入減少2.3% 來了74,580美元 接連三年連續下滑 是2010年最大跌幅 在如此大環境下 要著美國生活顯然不容易 更別說還得花大錢當伴娘 TVP的新聞 鄧透透 好威廉謝謝說 在美國小搶不叫搶 但我很好奇說 如果你被邀請去當伴郎伴娘的話 如果你要花這個1萬美金的話 是不是也是一種搶錢呢 我其實蠻好奇的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再來一個現場 我們要到底特律來看車展 今年車展可以說是大縮水冷冷清清 為什麼呢 因為汽車工會要求要降低工時來調新 跟底特律的三大車廠都在談判當中 而今天就是最後的實踐了 如果談判破裂的話 就要展開大罷工 底特律車展登場 最受美國人歡迎的皮卡 三大車廠同場較勁 這就是100%車廠 和100%車廠 這新的Rubicon 開始了一切 令皮卡的興奮 Stanity's提下品牌 Jeep推出升級版皮卡 福特則是將號稱48秒 賣出一台的皮卡 暢橋之王F150全新改款 不只智慧科技加持 主打美國製造 而通用的凱迪拉克 展出CT5豪華運動轎車 馬力上看335匹 最受關注的還有這款飛行車 號稱陸空良用 起飛比直升機快 售價35萬美金起跳 最快2024平是非 2024最佳汽車名單也揭曉 福特 寶馬 雪佛蘭都上榜 不過今年車展大縮水 只剩15家廠商參展 歐亞大廠都沒來 底特律大罷工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談判破裂 工會將對底特律三巨頭發動罷工 勞房要求一週工作4天 福特已經表明不可能 美國智庫預估 發工將帶來50億美元損失 汽車供應鏈也將陷入中斷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好 今天的TVBS聊國際呢 我想要問大家問題 你覺得什麼是幸福呢 而且對你生活來說 什麼事情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想要帶來看到一個 在疫情當中做的研究 他是這個皮油中心的一個研究 他們發現說 其實什麼是你的生活意義 這個調查 他們調查了很多的 已開發經濟體油17個 而且這個總樣本數 也接近了2萬位民眾 而且他們發現說 其實台灣的選擇 跟台灣的回答 跟其他的先進國家 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大部分的國家 像其他14個國家 他們的排序大致都是這樣 第一個他們認為 最有意義的是家庭 再來第二名是工作 第三名呢 是這個物質富裕 那台灣其實就非常特別 我們竟然是把社會排第一個 再來才是第二名的物質富裕 還有呢 家庭是認為說 是有意義的第三名 其中台灣把這個社會 往前放 放到第一名 他們認為說 還是跟這個相關的國家的認同 還有社會助度 像健保 還有醫療的服務 等是相關的 還有整個治安 也都是大家考量 認為是造造意義的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南韓 他們則是把錢放在第一個 他們認為物質的富裕是最重要 可能但還是跟社會的氛圍 跟社會的經濟壓力是有關的 第二名是健康 第三名呢 才是家庭 跟台灣一樣 都把這個家庭放在第三名 他們認為說意義的來源是什麼 不過如果我們從男女生來看的話 也非常有趣 女生他們認為說教育的程度 跟收入高的族群 相對來說 會比較注重家庭 對他們來的生活的意義 而且健康其實現在也是開始慢慢的抬升了 因為經過疫情的狀況 很多人就覺得 哇我身體健康 我就非常感恩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我們說台灣的生活意義 來自社會 很多人也感到一些幸福感 也是從社會來的 像是在台灣的這個韓籍的Youtuber邦阿就說了 台灣出現隨機攻擊陌生人的這個狀況的話 他們願意挺身而出 而且光是在疫情期間 你能自己戴口罩 自己發現的戴口罩 就是一個非常棒非常不錯 他認為是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還有網友就說 台灣必須要面對其他國家沒有的煩惱跟問題 所以必須要團結 這是他們認為是社會的意義 還有呢台灣人大多重視社會 所以願意不計較金錢來幫助別人團結 而且行動力是明顯偏強的 但如果我們換個問法來問的話 就是這些意義 能不能幫助你找到幸福感呢 我們來聽聽街頭的聲音 那你覺得幸福是怎樣 我覺得幸福是 就是可以完成自己心裡想做的事情 例如說現階但你最想完成的事情 我要去買天天 隨心隨意想買東西有足夠的金錢 然後或者是想去哪裡有時間 就是收入穩定然後生活品質不錯 就在自己的預設目標上面就是算幸福吧 那你覺得要達到什麼目標 才叫無恨幸福的標準 我個人嘛就是收入充足 然後可以做想做的像旅遊之類的 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嗯 了解 對啊 自由就是幸福 對 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感情上 或是在家庭都可以有被認同 或者是找到一份 就是像剛剛說的就是有一種歸屬感 覺得日常就是幸福 怎麼說 欸 每天你固定的就是說 譬如說 欸 早上起來去運動啊 還有接下來就回家就 好好的幫自己煮個 弄個簡單的早餐 好好活著不就很好了嗎 對 那你覺得呢 嗯 差不多就 應該差不多吧 就是事情只要順利 就是一個幸福的 就是沒有什麼狀況的話 就不要有太多磨難就好了 對 此時此刻不用在家帶小孩在這裡 吃完下午茶出來晃晃 就滿幸福的 所以現在非常幸福 對 還不錯 欸 謝謝你的幸福時刻跟我一起 對啊 是是是 要有目標達到這個幸福嗎 多花點時間在這個上面 然後多投入一些時間跟精力 比如說 都多陪家人 然後 都 多相處 多了解對方的感覺 一天之中 可能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工作上 會不會一個反而跟幸福有所敵出 好像有一點 好像有點矛盾 可是 好像就是 就是這樣吧 就是為了要 達到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必須要 努力一段時間 對 可能就是出生 一出生 就接觸到的環境跟東西跟人事物都是家庭 唯一一個一開始 所以幸福 對啊 家庭 因為我覺得家庭幸福 對你整個人生來講是很重要的 你的心可能就會很平靜啊 就是不會去想太多 家庭當然是家庭 可是我覺得當你真的進入到家庭的時候 你反而會想說如何做到自己 能滿足自己真正的需求才是幸福的 但你剛剛講到這麼嚴肅的話題 我沒有想到就是大家會對於這一塊是高過於本身耶 因為我本來想說現在大家都滿自我的 對 國外沒有那種我的國家跟別的國家 哪一個才是一個國家的這種問題吧 對啊 所以他們不會那麼在乎 我們國家會不會被 我覺得現代人還滿多相處最多 反而不是家人而是外人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社會安定和樂隆隆 可能會比家人的 就是家庭方面的還要重要 好 最近消息帶來掌握到 是曾經在台灣掀起林來峰的林書好呢 之前變成自由求援 但是他現在有最新落腳的地方了 就是新北國王隊現在確定簽下了林書好 未來呢他會到新莊體育館 攜手他的弟弟林書偉 議員兄弟一起作戰的夢想 這是目前林書好的最新動向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持續來一起討論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全台灣 現在進入到了大缺工的時代 所以說所謂的兼職跟正職的這個服務人員 也稍微做了調整 正職開始變多了 加入抹茶粉 攪拌 倒入咖啡牛奶製作出一杯抹茶咖啡 雙麒麟機押出抹茶搭配芒果口味 口感清爽濃濃大人味 開在捷運站出口屬於淡水一級站區足景不便宜 看準的是役後觀光商機 來遊玩淡水的民眾 藉著這裡的山水河畔 那可以有一個喝抹茶的地方 邱宇如是這間連鎖抹茶店的主管 從事餐飲業八年 一開始是從實習生開始做起 本身其實我滿喜歡抹茶的 而且我滿喜歡吃甜點 所以才會進來這個餐飲業 我覺得看到客人吃到我自己做的甜點 或是抹茶的飲料 那看到客人滿足的樣子是我 比較期待的 在過去餐飲業經常與低薪與不穩定 畫上等號 現在服務也面臨史上最嚴重缺工 讓餐飲業者不得不想盡方法搶財 正職與兼職人員的佔比的話是五比五 或是希望以正職為主 那兼職人員為福 作為未來營業的營業防針 各大餐飲業的體驗 他們都會想要繼續的擴電 因為疫情過了嘛 其實餐飲業的業績是有復蘇的 所以會是希望針對正職人員 來做培育 業者發現兼職人員更難找了 尤其打工族 對於工作的選擇 不再以服務業為悠閒考量 現在有另外行業心理叫做外送行業 對 那外送行業 外送行業對於現在的年輕族群來講 或是一些抗壓性比較低的族群來講 他們會覺得我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我可以不用看主管的臉色 然後我也可以自己調配時間 所以他們情願去做外送行業 人力銀行也發現過去餐飲業 兼職與正職比例16比4 2019年出現黃金交叉 正職比例超越兼職 今年第一季直接反轉成4比6 餐飲的連鎖店或飲料店 他們在東南亞或新南向的佈局上面 會需要更多的店長 那國內外的店長的人才需求 依然是做長遠的佈局 所以因此在正職人員的人才需求上面 在展店的計畫之下 他們就需要更多的正職人員 內需產業熱擴大經營規模 需要更多正職員工投入 相較之下兼職流動率高 反而付出更多人力成本 兼職人員大部分都是學生 所以學生的離職率流動率也比較高 那不利於人才培育 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這種餐飲業或零收業 他們其實因為營收大量減少 所以他們不得不去做這個縮編 尤其像餐飲業這種 他們過去用了比較多的這個非正職勞工 疫情期間當你這個衝擊的時候 首要被面臨裁員命運的就是這些 非正職的partime員工 當這個去年10月疫情趨緩 然後這些餐飲業開始又 因為生意又恢復了 那客人又上門 所以他們又開始要大量的來招募人員 這個時候很多餐飲業的這個老闆發現 他們要招募變得比疫情前要困難 這是從雇主的角度來看 但對於受雇人員來說 正職排班可以正常化 薪資福利穩定 也是餐飲從業人員選擇應徵正職的原因 如果是pt來說那其實一樣會有所謂的 紅字會有double 正職來說它除了該有的年假以外 它還有額外的國金假日會再放假 那我們還會有這三節獎金 那升遷的話其實基本上 以我們公司來說 大概一年左右就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部分連鎖型的餐飲集團他們因為比較有財力 所以他們可以採取加薪的這個措施來吸引一些人 那當你採取加薪的時候其實吸引來的就是 期待能夠穩定就業的這個正職勞工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 哪裡薪資福利誘人就比較有機會吸引履歷 服務業缺工潮還沒趨緩 業者勢必面臨調整招募策略的壓力 TVBS新聞聯合南王會與新北採訪報導